早安,我是Mr. Xu 我希望你介紹 空氣溶測試 混合風氣溶測試 我介紹 我的Pm2.5 這個系統會常常 Pm2.5還有封場資料 然後根據封場 來對這個Pm2.5的量測資料做內訪 那這個部分就是比較技術性的內容 那我相信做這個 open data要考慮一些技術上面的細節層面 那所以我是主要在 科技術上面 主要是在科技術上面 主要是在科技術方面 EPA 有自己的 Pm2.5的系統 但是有些類似的問題 在這系統中 第一是 這個系統 是 的系統 是 PSIresult 這個系統 是 這系統 是 各種類似的 數據 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 是 1989 這系統 是 1989 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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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系統 是 Pm10 SO2 CO2 O3 但是 這系統 是 Pm10 SO2 CO2 CO2 O3 但是 這系統 這系統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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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4 CM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些人他们考虑到自己的比较不一样的内插方式 比如说要变入一个系统 那像这边 这个是中央山脉 你硬要做内插的话 其实会有一些内插的问题存在 那他又甚至干脆不做内插 就直接空白的存在 那他也长期着把这个风向的资料 给加进视觉化系统中 你点这个button他会把这个风向画出来 只是我那时候接触的时候 忘记这一点 那 以他这个例子来考虑的话 其实 很容易忽略一点就是说 以南投为例好 南投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他在每年二三月的时候 他的空气汚染会很严重 可是问题是这里整个南投 是我们直接的监测点 那这种 所以说 一个好的内插 就是一个蛮重要的参考指标 好 那我们就是重新再问一下 我们要做的东西 就是 有没有一个 比较 合理的内插方式 把我们这些观测到的 这个SPARS的FETA 做一个合理的内插呢 那我们来参考几篇 报导 首先是这个 中兴大学的明明德教授 就有指出来说 地形风速 是一个跟这个 P2.5扩散有关的一些因素 那 气象预报中心的正明点主任 也有讲 他就说 风向啊 是对这个 P2.5的扩散有影响性 所以根据一些我们得到的资料 我们 试着做出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 它的内插 是根据这个风产 来对这个做内插 那这个是同一个 日期三个不同系统的比较 那这个是一个在没有监测到数据的地方 我们内插出资料的例子 那在 还有 新北还有 桃园的山区 它的监测点是没有的 可是问题是你在某些地方 某些时候 你可以内插到一些 他这个山区地方 反而是P2.5很重的 参考值 好啊 这是我的Outline 首先我会 简介我的系统 然后我会说明一下 解决资料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会说明我内插 还有我成像的方式 最后是我的结论 那我的系统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是 它会根据风产来对资料做内插 第二个是 它是3D成像的 然后使用者可以在这个 3D空间中 自由的浏览 自由的运动 第三个是 它会自动的更新资料 那中央气象局 PM2.5的量测资料 它是每一个小时 会更新一次 那我们系统 一个小时到 它会自动去绕资料 然后重新绘制 那这是我们的系统架构 我们的系统 执行在一个Swerver上 那这个系统呢 会定时的去从 汎包署 还有NCEP 抓取PM2.5 还有风产的资料 然后根据风产呢 在PM2.5做内插 然后把它存在这个Swerver里面 NCEP是美国的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它是一个美国的预测风产的 气候预测的单位 其中它有开放出包括风产资料等等 那使用者要浏览资料的时候呢 它是透过这个Browser 连接到我们的Swerver上 然后去捞资料 那这个Browser 会在Browser上面做一个 触觉化 还有自动更新的 就时间到了 这个Browser 会再去我们的Swerver 然后这些黑查之后的结果 抓下来 接着要说明的是 截取资料的时候 比较注意的地方 首先就是 我们去这个 政府 资料开放平台 撈PM2.5资料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蛮重要的资讯 它是独立开的 就是 观测站的坐标值 那没有坐标值 我们就很难根据空间的关系 去做内查 所以呢 我们要必须再去下载一份资料 就是 观测站的一些相续资料 那其中就有 那个 观测站的 金度和纬度 那这两笔资料怎么连结呢 就是根据这个测站的名称 就可以把这两份资料 连结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 这个测站 这个测站位置的 PM2.5的浓度是多少 这样 那我们封场的资料是 从NCEP里面 下载下来的 那 它提供的是一个 预测的一个封场资料 那它的资料是 regulate 那我之前能找到最精细的 解析度是 13公里一个 预测点 那虽然说 没有到非常的精细 但是 对我的运算来讲 也算是足够 那我想的是说 如果之后 可以找到更精细 甚至说 三维的封场资料的话 这个内插的结果 会更有意义 更生动 那从NCEP里面 下载下来的资料 它是以-GERID2 的形式存在 那 这个 这个档案 它包含了很多 气候相关的 recon 那我们要截取 我们要使用的是 风向的资料 还有 地形的高度 那 因为它一个档案里面 包含了很多资料 所以它还会进行 压缩 方便使用者下载 那 资料的处理 我就把这些 相关的连结 就放在这边 那有兴趣的人 可以自己去参考 这个资料的处理 也要挖一些 时间 研读一下 好 那这个之前讲到的 点距IP 提供的是 Regular资料 它会在固定的坐标 箱上有 它的预测值 那这个部分 我会在后面再 仔细介绍一下 接着是 资料的内查 这个就是 诶 Regular data的一个例子 它在固定的 格点上面呢 会有相对的 风向 还有风力 强度的值 那它是在固定的 格点上跟你讲的那些值 那 我们要怎么 分析 这个 风场的图呢 StreetLine 是一种 常见的这个 显示风场的方式 那这条StreetLine 它会 相切于 这个 风场上每个 风向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有一个 PL2.5的粒子 粒子 particle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 风场又是固定的话呢 那它这个 particle呢 就会沿着这个StreetLine 一直被风这样 吹吹吹吹过去 它的路径 就会像这个样子 所以说 我们要表示这个风场呢 我们可以用很多 吹吹吹 来表示它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平静 这个风场就是这样流 这个风呢 是从这边吹过来 这个风这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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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比较明显 那我后面会 以这个实际上来做说明 怎么进行内叉 好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 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 它的particle 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 在一个特定的风场里面 它的particle 会怎么跑 譬如说 你知道风场 然后你想知道 这块区块里面的particle 是怎么跑的 它们之间是怎么移动的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 所以后期就是要做内叉 那 那这个 如果风场是固定的话 那particle 之后会跑到哪里去 跟它当下的位置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可以统计 每个区域里面的particle 跑到其他区域里面的基率 我们以基率的方式 来考虑这个问题 那 譬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 它跑到 这个区域里面是九分之一 然后三分之一九分之一 这样 那我们在做内叉的时候 我们再加入的参数 就是 例子留在 原本区域的一些 比例参数 我们希望是说 例子不要无限制的 被风吹着走 而是它会 一定的比例 留在当地 就是 其他的二分之一 被吹到别的地方去 那如果我们有了 每个区域到每个区域的 传递的机率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区域之间传递的一个 称之为 concision matrix的矩阵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矩阵呢 来描述 这个风场中 每个区域传递的形式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如果你知道 目前这个风场 TN2.5的浓度 那我们乘以 把这个浓度 呃 表示成一条向量 一个vector 这个vector 乘以这个 transition matrix 就是 当下的浓度 转换到下一个 时间点的时候 它的浓度的转换 可是呢 我们要做内插的时候 光是有这个 transition matrix 还不够 因为 这个值 就会跟你的初始值有关系 初始值有关系 然后 不断 成绩的结果 它的那个 结果并不是 固定的 它会发散掉 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说 希望把它做成一个 稳定的矩阵 那就是跟那个 Marcus chain有关系 那要符合以上三个条件 就是说 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它的内插结果才会 呈现一个固定的值 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成绩跟matics 就加入一些 别的条件 譬如说 例子 它的口移出去的时候 你要再移回来 就是如此类的 所以说呢 我们有了这个 特殊的transition matrix之后呢 自己不断的连层 就可以得到最后一个 稳定的结果 就是最后 内插的 p2.5的浓度 那有了 浓度之后呢 最后一件事情 这是在本机端做事 就是 Grandell 那 JavaSquit这个技术 在近几年来 就是算了有进步 然后它的扩展度也越来越高 再加上 最新的这个 webGL 所以让我们这个 图学的绘制呢 可以呈现在 华社上面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个绘制结果 这个算是我觉得 是一个 上前卖了一大幅 那我们画的图呢 其实主要是 这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 台湾岛 第二个是 TN2.5 它的浓度分布 第三个是 封场 尾巴花最上面 我们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 Cited Visualization 那它跟 目前很红的 Infovis 有什么不一样呢 硬要说的话 它其实就是 它跟 空间上 比较有直接的关系 通常都是视觉化 但是它其实是 比较 实在的视觉化 它不像 Infovis 拿到的资料那么虚 那绘制 有许多不同的形式 那这些 这些技术 统称为 Varren等等 譬如说我们要绘制 一个三维空间 的资料分布 那我们可以从 相屏面上 射出一个 射线然后累积 这个三维空间里面 然后累加成 最后的结果 或是说 我们可以把 三维空间的资料 直接投射在 相屏面上 然后累加成最后结果 那这个叫做 Spray 那我们采用就是 后面这个技术 那把 三维空间里面 投射到相屏面上 计算 计算 也是一个问题 那有一个 蛮有趣的方式 叫做 Bearboarding 就是它 根据使用者的视角 重新去计算 它的资料的分布形态 还有前后的顺序 那原本复杂的东西 它就会变成 一片一片的东西 把它 贴上去 那我们画质的 PM2.5 还有封场 都是以 Bearboarding 的方式来呈现 也就是说 它会根据 使用者的视角 它的 方向会做改变 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的细统 可能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是之前 入层 GIS版 那 我在 最上面那一层 画的是封场的资料 然后 中间是 那个 P2.5 的浓度 然后 使用者可以在那边 拉圆拉近 然后 移动来旋转 然后也可以把 我们的 视角的座標 乘序 然后之后 每次资料在更新的时候 我们就会 呈现上次的 视角 视角的结果 那这个是给 这个使用者建议说 你可以把 视封缩的小小 然后 常驻于这个 桌面的最上方 然后我们就可以 一边上班的时候 或是一边读书的时候 即使监控我们的环境 那我们现在环境到底 变成什么样子 大概介绍我们系统架构 还有资料截取 内插还有汇集之后 就讲一下我们的结论 这个是 这个是 初期我在验证 我封场 拿的对不对 还有画出来的 画出来的 有没有错误的时候 看到的东西 台湾东部海面 这边的封场 变得很奇怪 两个封面掉在一起 然后往另外一个地方移动 但我那时候 一直觉得很困惑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后来在这个 郑主任的脸上 有看到这种现象 在恍然大陆 另外这边呈现的是 这个 空污资料 随着这个 风场地移的一种 风这样吹 然后它就 从这边被吹过 然后落在这边 那这个比较要讲的是 它的 得到 位置的时间是 深夜12点 那有所先研究是说 我们 PN2.5的浓度 主要大部分 是来自于 本土自己产生的 那如果 他们的说法是对的话 我还是对这个 很有疑问 就是说 那如果是 大部分是本土产生的 那深夜12点的时候 为什么空气这么糟糕呢 那这发生在 深夜18号 好最后 我要讲的是 就是 中研院的 一个 手把 那重点放在下面那边 那时候是说 经过13年的努力 台北市的 PN2.5浓度 其实是没有 显度的降低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虽然 目前的情况 并不是 很乐观 但是我们 盡量做出我们 该做的事情 就是正在 环保害教育的立场 我希望从 我的深夜领域出发 做出的互动性系统 可以让民众更重视 偏2.5浓度 毕竟我们 还有我们的下一代 因为地球 不会永远是我们的 我报告这个主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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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时间还蛮聪明的 那我们先看看大家 什么问题 要问 世博先生 你好 我先有一些前面的问题 一个就是 原来N線的资料 是不是 用哪个资料 因为它 对我所说 它的资料 应该分0.25度跟0.25度 那0.25度的 应该是 全国是用0.25度吗 要看最细的 0.25度 我记得我有算过吧 0.25度 好像还没有到13km 对不对 对对对 我是 我刚好 今天刚刚给予出的 预报资料 看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13km 好 那 那请问你有哪一层的工厂 还是所有各层 离地面 10公尺吧 10米 对 对 那 对那 就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这样 还有四万别的那个 污染物的资料是 哪里来的 从我们的 环保署 这个 空气品质 监测 监测 那为什么要跟 计测的工厂 反对 因为我没有办法拿到 更精细的工厂 我也没有办法拿到 足够我分析的工厂 所以我必须去拿一个 至少够精细的 对 那 譬如说我们的 环保署也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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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給你一個風向這樣子 那資料太少了 不夠我分析 因為剛好我是學最快的 那通常我們在這塊的做法 可能不會是解法資料內卡 我們可能會運用一些 那個 化學模式 那 像中央大學的那個 鄭芳教授 他有寫過幾天 關於一些 台灣local污染物的 整齊 他會彈到1.2 他可能不會得到 就算是13公里 可能在台灣局部的污染物 的呈現方面 可能出超速過大 我不知道 我是可以參考一下他們 比較學術上面的做法 是啊 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 我也覺得13公里不太夠 甚至說他只是平面的 也許是三圍的風場 其實也會更有意義 他那種化學模式會考慮到 化學作用跟物理作用 可能不是只有一個風場的 當然當然 我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模式 簡化過的 謝謝 謝謝 來 我也是學大氣化 其實這個 是靠近來的 一步要有層次 第一個變外流的 農自我 他很複雜 第一個要有污染人 他有 人組產的 還有鏡頭的 然後還有 今天陽光很大 大氣化在上面的 他有 隔離挑來的 還有 下旁邊造像的 所以其實還蠻複雜的 當然牧長 所以在台灣 其實現在已經可以 用到 剛才講是公園 如果一大公園 就可以想到 把這個資料 再放下來 到一個預測 那氣象 這也不大分 那空屋 又不大分 因為你這個 排放裡面 每天每天 誰放的一個 你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其實 要預測這個空間 只能盡心 就是說 我不知道明天可能 哪會變換 但是明天到底 變換的量 到哪裡 是比較不清楚的 所以你說這個是不錯 但是就是 我說 你說 下單位 預測的 其實台灣很多人 都有 中間就是 大概 好幾個單位 大概都找到 一公里 其他的 其他 其他的 那些套餐 大概就 可以這樣子做 大概用不到 化這個 再做什麼 那第二個 他非常會覺得濃度 其實他 有異形的問題 這個 會有一些 客觀的方法 可以再往下做 因為我們大使人 其實有很多 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 你最後一頁 說 其實這樣就知道 好喔 基本上那個 結論是 最近很久了 其實台北 其實有慢慢的 往下掉 調到 明天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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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是台灣 台灣裡面 除了重複之外 台北市 還算可以 但是 還沒再上一頁 再上一頁 對對對 那其他地方呢 因為我們 現在二頁文 兩者是 因為你這個 資料 其實是 拉到 2019 1991到2019 年 這個PM205的良策 比較 比較好的話 大概是 五年內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這樣來說 這樣來說 我覺得 我覺得看一段一點 因為其實是 我在PM205 明天的濃度 如果我們相信 他的觀測的話 是在相信 當中 但是有些地方 其實設計 會有些大的 問題 是 中環部 進度 我覺得 在這樣子的項目 所以這個 做這個結論 你們要 如果 要小心一點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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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想要有什麼 我問你 想要問 這個 我問你 住我多點 這個 我覺得 剛剛的 我一年 好 因為 因為 你們也好像說 不同 技術 設定出來 我覺得 其實我們還需要 這種家的外談 如果啊 各位都有興趣 也可以跟國序這樣子 下次可以去的來投訪 對 還是讓我們說 相比 其實就是你現在有這樣 跟 研究它去 或者 跟空氣傳播屋來 以為 能夠做出來 那我們先謝謝 跟國序今天這邊的分享 謝謝